最近我有一些朋友 我覺得那些朋友他們很多都在國外 然後他們對台灣的現況都覺得有點糟糕 特別他們很擔心 就是覺得中國現在他的整個產業起來 供應鏈起來然後把台灣取代掉 然後中國的留學生把台灣的留學生取代掉 所以台灣的留學生現在相較於中國大陸的留學生 也是越來越少 因為他們增加得很快 另外是台灣的企業在國外的據點其實也越來越少 因為台灣還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大概就那幾家 那慢慢的這幾家又被大陸的供應鏈所取代 目前大概台積電還可以 鴻海聯發科這些都還可以 但是最近聯發科也碰到一些東西 碰到什麼東西 有人看到最近的新聞嗎? 沒有喔? 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如果各位走這個產業的話 這種產業訊息我覺得是有價值的 這裡啊像這個新聞啊 紫光 紫光是誰啊? 大陸一家其實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冒出來 本來其實不是很大 最近 時光忽然之間 哇 跟吃了那個大力丸一樣 然後呢 17億收購展訓 9億收購瑞迪科 25億收購華山 38億入股西數 6億美元收購台灣立場 然後呢 他一連串的收購 那錢到底從哪裡來 有人會說 這一定是中國政府給的資金嘛 但是 中國政府到底給多少資金? 你看 你看你要收購這些 這其中 都是美元耶 不是台幣耶 那你光是這樣加起來 超過100億美元呢 100億美元 那就是 多少? 3000億台幣 那 3000億台幣都是政府出的嗎? 我這裡就看到一個 有人回覆 他說 工信部投注了超過100億人民幣的資金在紫光身上 對 但是工信部投注的是100億人民幣 在紫光身上 人民幣不是美元 但是他現在收購的錢就超過100億美元 那這 這相差的 相差的 一塊美金 減掉一塊人民幣 還有25塊台幣 這相差的 怎麼講 大概還有80億的 美元 美元從那裡來 他其實講 他講了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羊毛出在豬身上 其實 豬是誰? 羊是誰? 羊毛就是 被收購那些人 都是羊嘛 那豬是誰? 羊毛出在豬身上 豬 就是中國大陸的股民啊 中國現在起來了 很多人有錢 他跑去買股票 那 紫光只要 後世看漲的話 大家錢就會偏偏往這邊投 所以他不愁沒錢 他從中國吸收資金來 然後去購買 這些 這些國外的企業 或台灣的企業 正常 只要人 願意持續的購買他的股票 他就有持續延遠不斷的錢去購買 其他的公司 一千兩千 對啊 ok 那現在完并購很多 其實都是用這樣的方法 你不可能自己有錢去買 誰會有這種錢 當然就是從資本市場去拿錢 然後再去 可是他要投入那個市場 他也要保證要賺嗎 這種事情是沒有辦法保證的 你知道來講一下 跌了之後他整家公司就沒了 很正 對對對沒錯 你講對了 萬一跌了 投資人會崩潑的逃竄 對 但是現在還沒 就好像你買房子 像香港的房子 或台灣的房子 就是這樣啊 台灣前一陣子 台北的房子 開始跌了 對不對 其實全國都開始跌了 那 但是在兩年前呢 大家明明知道很高 但是 預期它還會漲 所以那時候兩年前 大家還是在買 你要一直看到 看到 確定反轉點下來 OK 其中有一些人 會 會 認賠殺出 但是 絕大部分的人 還是會覺得 我買的不會錯 我再等等看 那 那 那這種 一樣的 就是 企業也是一樣 你的股票跟房子 其實 股票還比較 更容易貶值 股票貶值完之後 是幣子 房子貶值完 還有一棟在那裡 所以 這種資產更是可怕 它大起大落 所以 它現在是拿了 中國 因為 現在 錢越來越多了 所以 他們有錢 可以做購病 結果 他最近要購病誰 你知道嗎 他不是購病 他說 研發科 你 我希望你現在就跟我合作 一起來 一起來做 那 如果你不合作的話 遲早我會把你吃掉 可是 這只是說得婉轉一點 你跟他合作 如果 他越做越大 他還是把你吃掉 是啊 是啊 沒錯啊 這只是婉轉一點 這是沒有那麼強硬 是啊 但是 蓮巴科呢 結果 奇怪的是 我不知道那個薛琪奇是真的還講的 但是蓮巴科其實有個罩門 什麼罩門 你看一下 好 你看 齒光說希望與蓮巴科談合併 那是合併 不是購病 但是基本上這差不多也就是購病了 好 那蓮巴科之前去病成心之類的 結果呢 被判什麼 被判壟斷 所以壟斷法就出現了 他購病成心 導致 他其實是一個不算太成功的購病 因為蓮巴科在某些市場上面 他具有獨佔力 那現在子光希望跟蓮巴科談合併 OK 蓮巴科說想法不謀何合 為什麼 蓮巴科為什麼想跟他合併 我不知道這是真的還假的 但是我覺得不無可能 不無可能 為什麼 因為 各位知道蓮巴科的主例是什麼 做大陸的手機晶片 對啊 他是提供大陸手機 不只晶片 整個手機的模組 然後一直到 一直到整支手機做出來 蓮巴科提供了一個Total Solution Total Solution 你要做成什麼樣就做成什麼樣 就是台灣最想代工業 差不多 但是他不是代工而已 他是讓人家去代工 他是代工廠商背後 代工產業背後的那支推手 他其實不像洪海這樣 是我自己接代工 他不是 他是我提供你做代工的能力 你只要跟我買 我就提供你做代工的能力 我還幫你把產線弄起來 你只要出了錢蓋了廠 然後派專人去補導你 讓你把產線整個建置起來 蓮巴科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不斷的在大陸 一直茁壯一直茁壯 2008年 2009年 大概10年的時候 蓮巴科掉下來 因為那時候2G轉3G不順 2G手機轉3G手機 他本來是山寨機 然後來轉3G手機的時候 碰到那個高通 高通是3G的發明公司 所有的山區轉你幾乎都是高通的 那蓮巴科在那陣子轉的不順 被高通打得很慘 但是這幾年又回來 他已經變成高通很強的勁敵了 所以這下子光要跟蓮巴科合併 這一件事情在台灣的產業 會是一個非常大的事情 很嚴重的事情 那可是 蓮巴科為什麼願意 因為蓮巴科的市場 主要就在大陸 他如果跟子光合併之後 你知道嗎 他正通人和啊 他本來不能做的事情 現在通通可以做 對不對 這個顯然背後有超強的高層在支持 這趙偉國到底是誰在支持 不知道 但是背後絕對有超強的高層在支持 可能是 可能是 不管是 是現任的總書記 還是前任的總書記 底下 很信任的人或者是 他的家人 所以 這裡你看到 這一個新聞 其實很關鍵 我覺得這個新聞非常非常關鍵 所以台灣整個產業的影響 蓮巴科很難拒絕 但是台積電可以 因為台積電的市場 不是大陸 但是蓮巴科恐怕很難 他有這方面的考驗 所以他們說要攜手超越高通 其實之前那個蓮巴科的老闆 就一直在呼籲說 兩岸應該攜手 共同進入處理器領域 為什麼 蓮巴科旗下 有專門做處理器的 Andis 精心科技 那 他們 如果跟大陸聯手的話 就有機會吃下處理器的某些事情 如果他只要能夠吃下手機處理器的某些市場 他就很強 但是蓮巴科旗下的Andis 根本現在都沒有機會進去 因為現在的手機處理器 是由兩個大廠所主導 一家是Intel 那是桌上型 不是手機 那真正的手機處理器 都是由Arm這家公司所主導 安謀 所以 一旦他們能夠搶下Arm的市場的話 這會是一個 非常 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是 目前看起來非常不容易 所以 田巴科旗下的Andis的CPU 要能夠搶下Arm 那個規格什麼通通都不一樣 架構什麼通通都不一樣 要怎麼搶 很困難 那 比較有可能的是 他們聯手 一樣做Arm的晶片 但是 搶模組市場 這倒是有可能 這倒是有可能 好 那 所以我就看到這樣的一個消息 然後呢 我的 我的 呃 一個在 之前在美國 現在在德國的一個學妹 然後呢 他分享的這一個訊息 我看到 那我覺得他很擔心 他好像很擔心這樣的事情 他分享了這個訊息說 台灣人快消失在世界地圖上 那 美國留學生負成長 歐洲 非洲幾乎沒台商 呃 或許這已經 快是事實 但是也不完全沒有 但是沒有那麼多人 那 這個是 黃奇緣寫的 那基本上 這個人是 一個 商人 然後 做過一些 商 做過一些公司的 高層人 那 他 他們的觀點 就一直覺得說 OK 之前我們 台灣的產業 這 30年來其實是很強的 為什麼到現在 落入這種困境 然後 他一直覺得 欸 是我們的豪情壯志不見了 還是 台灣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 他們一直 感覺 問題 所以他會說 缺水 缺電 缺工 缺地 缺人材 那 還有政黨惡鬥 但是這個是以一個 商業從事者的角度來看 可是以我們一般老百姓的角度來看會是怎樣 我覺得 從一般老百姓的角度來看沒有那麼誇張 當然對商業性的角度來看確實是很有問題 就是說 OK 那 像他提出來這幾點 就是 怎麼樣子讓大家走出去 他一直在想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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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家走出去真的是靠這些平台嗎 完全是 商業從事者的角度的看法 現在有誰出國是靠這個平台 那他又很擔心喔 因為這些人的小孩都在國外面試 然後說 哇 台灣的留學生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他們小孩就會跟他講 但是 問題是 這是 什麼狀況呢 然後最後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這一段 他說 周末讀了一本書 中國的第二個大陸 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 好 看到這個標題你有什麼想法 好 值得台灣人省思 讓我回想起20年前在大陸的日子 對 20年前他就是這樣去了大陸 後來一直做到高層 所以現在他在擔心什麼 他在擔心說 台灣被中國取代了之後 中國越來越強大 中國在繼續投資非洲他會更強大 他甚至可以把整個非洲市場撕下來 然後呢 我們就沒得混了 我們的邦交國都在非洲 我們的邦交國都在非洲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剛好給我一個相反的想法 我覺得這很有趣 相反了什麼想法 所以我寫了這個 對 二十年前台灣人 大舉進入中國 二十幾年前 鴻海大概在1990年進去了 OK 二十五年前 那 結果是什麼 結果台灣的力量有延伸到大陸之後 台灣變得更強大 然後 把整個世界都吃掉嗎 越來越多 對啊 事實上 結果不是台灣變強大了 當然一開始看起來台灣變強大了 在1990年初期 1995年的時候 或許台灣感覺變強大了 但是到了2000年之後就翻轉了 台灣變弱了 台灣被中國取代了 應該是中國越來越強了 對 對 台灣就 此消 此消彼長 對不對 那 他們把我們的市場搶走了 我們當然就 也有變弱 對不對 那可是現在中國 大舉進入到非洲 你想想看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二十年以後的光景會是怎樣 你可能沒有感覺 你會覺得非洲根本就是一個 內戰平衡 然後 然後大家都要逃出來 然後呢 不可開發之地 對啊 很多人的想法是這樣 但是 剛好我這次 暑假去義大利50天 我觀察了 觀察到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去義大利 主要是10天住在佩斯卡拉 30幾天 佩斯卡拉 它其實是義大利一個不是很大的城市 它有點像墾丁 屬於海邊度假行 但是我看到什麼 看到很多非洲人 為什麼佩斯卡拉有很多非洲人 他們到佩斯卡拉幹嘛 工作也有 但是絕大部分 其實都是難民成本 所以最近 那個非洲進入歐洲的難民 量突然之間變超大 那跟很多因素有關 中東也是啊 中東也是一大堆難民都進入 進入歐洲啊 可是中東的通常不叫難民 是各種管道的移民 正合法的或非法的都有 那 這些人 拼命的擠進歐洲 而且有些是你不得不收 義大利的電視台每天都在報導 今天又有多少的非洲人 在海上漂流 要不要救 要不要救 當然最後還是都救 因為有國際的一些人道 立場 對必須要救 他們義大利人也很掙扎 救了之後 進來這些人 我們自己都沒工作了 我們提供他們什麼 那會造成他們 本土 本國的人 失業問題之類的 你稍微想一想 我們現在有開放 比如說 菲律賓的人 進來台灣 做除了外勞以外的事情 其實是有啦 但是 但是並不那麼多 可是如果今天他是個難民啊 他們就三板就這樣子 坐過來 就說我要進入台灣 我是難民 你會收嗎 如果我們不收 為什麼要求歐洲的那些人要收 而且 現在很多 東南亞的人 也根本不需要這樣進來 他們現在也正在大發這裡 不過還是有很窮人 我們收不收 他們收不收 但是我在義大利看到的是 新聞每天都在報導 最後他們都收了 沒辦法那些人在海上漂流 你不收他就死了 所以上次就有一個 上次就有一個小男孩 趴在那個沙灘上面死掉 那張照片震驚了很多人 有沒有 對啊 那個就是這種情況 他就趴在那邊死掉了 很可愛的小男孩 你聽到這個消息 你可能不覺得什麼 幾百萬人來死掉 不覺得什麼 但是一個活生生的小男孩趴在那裡 被海水 這樣子衝來衝去 你就會有感覺 世界的黑暗面 那很多的小男孩就是 至少還有屍體 在那裡 其他的可能在 是啊 很多就是海裡餵鯊魚 就沒了啊 那你救不救 你要不要讓這些人進來 義大利很矛盾啊 他們一邊要救 一邊又怕這些人進來之後 我根本無法安置他們 我也不知道 到底要給他們做什麼 那 他們本國的人 已經有一些狀況 很嚴重出現了 像 我老婆的妹妹 就上次在講 他們有人去打工 因為找不到工作 只好做零工 做零工呢 做什麼工作 去農 去田裡 幫人家工作 就是 就是採收 採收 因為採收的時候 通常需要大量的人力 採收一小時多少錢呢 兩歐 一小時兩歐 兩歐 大概七十塊 七十塊左右而已 一小時七十塊 比我們這邊的法定 還要低很多 我們這邊已經快一百一了 好像一二了 一二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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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我們這邊一二五了 一大利七十還有人在做 那你看他們的狀況也很糟阿 可是他們看到那些難民的時候 他還是得收阿 又不敢收太多阿 所以只要不嚴重的話 他就先放著阿 應該是這樣阿 可是 像 德國 德國經濟狀況 現在還是很好 所以他就說我收八十萬 他一口氣就可以說我收八十萬 別人不能阿 德國也不敢收我全收阿 全收那個蜂擁而至 可是整個非洲的人通通都進來 你怎麼辦 對啊 可是 我現在在那裡看到的狀況就是 超多的 非洲人 超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那名身份 你知道 為什麼知道他是那名身份 我沒有跟他們問 但是我知道他們是那名身份 為什麼 對 你從他的行為舉止很容易就看出來 第一個 他們 有些人 在海邊的披薩店打工 而且打的工通常都是那個 義大利人不想做的那種工 就是 插桌子阿 收盤子阿 但是還沒有進到 欸哈囉 好久不見了阿 等一下再聊一聊 就是 插桌子 收盤子之類的這些 我們再講 義大利 然後 非洲人進入義大利的事情 然後現在再講 中國供應鏈進入台灣的事情 然後 現在 現在扯到 扯到 我去義大利的經驗 那義大利的經驗 我們看到佩斯卡拉 一大堆的非洲人進入 他們做的工作 很多都是很底層的 所以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他們是難民 他們什麼資源都沒有 他們就一個人 或者幾個人 孤身來到佩斯卡拉 然後呢 想辦法活下來 但是 我曾經看到 有一個老黑人 他其實 不知道他是怎麼活下來 但是 他顯然已經 處於非常飢餓的狀態 但還好 佩斯卡拉的海邊 都是有那種 泉水 讓他們喝 可是問題是 吃飯 可能店家偶爾 會一些披薩 或許是人家吃一半的 還會拿去吃 但是 他們活得很辛苦 那那個比較老的 連勞動力都沒有 人家也不要騎 那比較年輕的 OK 他可以插桌子端盤子 他可以做一下這些事情 然後他們就這樣子生存 另外你會看到 海邊一大堆人 黑人 拿著一塊板子 那板子上面掛滿了太陽眼鏡和泳衣 你不管隨時 你只要跟他打聲招呼 他就過來 馬上就可以買太陽眼鏡跟泳衣 這些人現在遍布在義大利 我去另外一個地方 拿玻璃的時候更誇張 拿玻璃他基本上就像高雄 因為剛剛的佩斯卡拉就像肯丁 拿玻璃就像高雄 高雄是什麼 有工業城 有海港 有大船 然後拿玻璃也是一樣 有海港有大船 工業城裡有一大堆工廠 拿玻璃就是這樣 那 拿玻璃的黑人 看到哇 車站一出去滿滿的 中東的 非洲的 義大利的 全部都有 而且顯然他們那邊的工廠需要大量的勞動力 所以有一些已經難民進來之後 他可能就去那邊找工作 甚至我看到一個奇怪的狀況 其實不是我看到錯 我老婆看到 他看到什麼 他看到說 我們去羅馬的時候 從佩斯卡拉到羅馬大概300公里 OK 那我們去羅馬的時候 從佩斯卡拉坐車 然後呢 回來的時候 又從羅馬坐回佩斯卡 回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有一個黑人 就跟我們一樣坐那班車 那個黑人呢 扛了一個大垃圾袋 然後呢 坐了我們的位置 所以我們特別注意到他 我們也不敢說 那你起來讓我們坐 我跟他講 他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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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好去坐旁邊 但是呢 我們就觀察他那一大袋到底扛了什麼 結果我老婆說 他那一大袋是從哪來的 你知道嗎 他想來是去批貨 他跟誰批啊 一個中國的小孩子 跟中國小孩子批貨 可能又是太陽眼鏡或泳衣之類的 還有其他東西 或者是 就是那些非洲裔的人 他們就需要的貨品 批回來之後 我整大袋就扛了 然後 然後 回家 所以他要坐得很舒服 你知道嗎 我後來發現 算了還是讓他坐好 他說 因為 他也過得很辛苦 他也很累啊 但是這個 這個黑人顯然他很機靈 但是他又不太講道義 也不太講禮貌 對 所以他是那種 我覺得這是很角色的那一種東西 就是 對 那 他很 他已經變成 他已經變成 他已經去美國了 拿著招牌 在機場說 我有個晶圓廠 誰要給我代工 當然晶圓廠是比較誇張 我有個主機板廠 誰要給我代工 有啊 那時候就是這樣弄的 那現在你看到這些人 雖然你會覺得他很窮 他的這種做法根本就是不可思議的原始 但是當你看到這些人這麼多在那裡的時候 我覺得這意味著一件事情 從前台灣的所謂的海外歸國通常是學人之類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去海外不管是念書還是工作 你最後會累積很好的東西出來 回來 我跟你講這些人現在去了義大利去了德國 二十年後 他可能是張宗謀 他可能是郭台銘 他不會在德國變成郭台銘 但是他會回非洲變成郭台銘 他不會在德國變成張宗謀 他會回非洲變成張宗謀 他會回非洲變成張宗謀 因為非洲是一片完全真空的市場 你只要能夠在那邊做一件事情 做得好的話你就起來了 沒有人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沒有辦法變成郭台銘章 都某那樣子 就是變成一個很大型企業的老闆 對啊 很正常 你在這邊你怎麼有辦法變成 這裡已經沒市場 這裡的市場都被別人瓜分掉 但是只有在真空的地方 你才會起的人 現在大陸也快飽和了 你覺得大陸跟他們競爭 你很難競爭得過 但是你去非洲 你就是在非洲唯一懂台灣的人 如果你還可以竄起大陸 日本和美國 哇 那你對非洲來講你是超級有價值 現在其實也有很多台商進入非洲 像我同學開那個軟椅 做那個造紙廠的軟椅公司 他客戶在南非啊 他也去南非啊 可是南非是一個比較先進的非洲區域 但是更落後的區域他也沒去啊 他沒有去烏干達 他沒有去甘果啊 那南非本來就黑人白人 就是都混雜很多了 可是除了南非以外的非洲大陸 現在幾乎還是真空狀態 北非其實有一些還蠻進步的 不要小看北非 北非有些他花了大錢去請法國工程師來 他們那邊蓋房子很多 摩洛哥啊之類 所以我們往往一直誤以為非洲還在非常原始狀態 那是他的中部 北非靠近歐洲 跨過地中海 就進入歐洲了 他們其實跟歐洲的交往一直很頻繁 南非本來就是白人殖民地 所以他一直都有很多白人在那裡 只剩下沒開發的就是中非 那中非的這一塊其實 接下來可能會從北非南非開始一直蔓延 然後他一直有地啊 因為中非一直沒開發 最後他一定有非常大的市場可以去發展 所以我現在做了一個預測 什麼預測 現在中國正在取代台灣 而且速度很快 二十年後非洲將被取代中國 成為世界工廠 我們現在有個好處 這些東西我錄影下來 二十年後你來看影片你就知道我講的是對的還是錯 那不見得二十年 或許三十年 但是這很可能 我覺得這很可能 所以我們不用只看到說 台灣的留學生變少了 台灣的商人變少了 台灣的企業在國外變少了 這幾乎是一個 反正我們就是跟中國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小 然後他們很多 人那麼多很多領域就期待我們 他們的市場大 他們的各式各樣的東西 他們有我們五十倍的人口 他們的國力本來就應該是我們的五十倍 對啊 那 剛剛的那一篇文章的角度 我覺得是從商人的角度來看 現在呢 其實 我們在國外的力量真的變弱了嗎 以商人的角度來看 確實變弱了 但是我看到的狀況是 以一個老百姓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們正在醞釀另外一波的成長 另外一波讓台灣變得更強的可能性 為什麼 我們的留學生變少 我們的商業國外據點員工數變少 沒錯 這幾乎是事實 我在義大利還看到華為 但是沒有看到鴻海之類的東西 不過華碩在那邊還有點知名度 這些變少了 可是我們有一大堆年輕人 他們現在去國外工作 有能力的都走了 也不能這樣講 但是有點誇張 但是我是說 很多人出去了 其實留在於國內的也有很多有能力的 他們正在做一些老一輩的人 可能不願意去做 不敢去做 不想去做的事情 他們正在醞釀另一波的發展 可是另外還有一批人 這是要結合的 那批人就是直接出去了 未來出去的這批人 跟現在留在國內這批人還會合作 而且他們現在很多就在合作 這些人哪一天他抓到什麼機會 他就起來 這會是下一波的 但是我們不會再像之前要說 我們的主機板佔全世界70% 我們的晶圓代工佔全世界90% 那種日子大概不會回來 但是我們需要那種日子嗎 我們不一定需要那種日子 因為主機板其實是個高污染產業 裡面都沒有什麼東西去洗 那些洗的東西都是化學藥劑 全部都是有污染 晶圓廠都氫化物啊 更是一樣啊 只是說他們現在都有處理過 可是一直都處理不好 所以上次連台積電的外包廠商都抓包 都去亂到被土之類的 一直處理不好 這些都是有毒的東西啊 那 OK 所以呢 我覺得沒有那麼誇張 我們去國外工作 去打工度假 去背包客 去參加各種組織運作的 上次有一個Easy Go的人 一群人跑來這邊找我 我跟他們聊了好久 聊了三個小時 發現他們很棒啊 他們 Easy Go就是 他觀察到一點 他觀察到什麼呢 他觀察到說 其實台灣玩開放原始碼的人不少 像我的朋友 像黃靖群啊 然後像錢鋒祥啊 像鄭銀婷啊 他們都是玩Open Source的啊 可是 問題是 為什麼 各種版本資源 繁體中文的 都特別爛 比如說你進入邦族之後 你第一個麻煩就是沒有注音輸入 有嗎?現在有了嗎? 只有新注音 喔新注音 那也還好 新注音 可是預設有新注音嗎? 沒有 預設要安裝嘛 對不對 預設就是沒有嘛 新注音 其實好像 欸 我上次灌的時候 新注音跟Ubuntu的Unity之間 相濃度有問題啊 好像灌不太起來 後來我就改灌Cubuntu了 現在不知道怎麼樣 但是我現在都用Cubuntu了 因為Cubuntu是KDE嘛 所以它不是Unity 所以沒有問題 但是你會看到 這方面一直有問題 他們就 主要就是發現這一點 那他們不是去寫程式啊 那個 雖然是我教大的學弟 想問幾屆 但是 他們不是去寫程式 他做的工作呢 那個 朱學恒是他的同學 朱學恒 然後呢 他做的工作 我覺得跟朱學恒的風格有點像 或許他們這一個年級的人 似乎是這個樣子 他做的工作是什麼呢 他就到處去跟人家 open source領域的人 去參加他們的會議 然後呢 跟他們聊天 然後聊天之後呢 就告訴他說 你這個東西在資源中文上面有一個什麼什麼問題 然後呢 就是作者啊 他說 哦原來 在中文上有這個問題啊 我都不知道耶 然後呢 他就說 你可以幫我們 就是 怎麼樣子弄 它就會變好 然後呢 他就給他中文的資源 因為反正我們是中文資源最多 他就給他中文的資源 然後那個人其實通常也很樂意 就幫他把這個東西弄上去 我覺得這個模式超強的啊 這個模式超棒的 BZ Go 然後他們有拿到國家的一些補助的經費 那我覺得這個補助就很值得 他們真的懂 他們真的看到 中文open source在國際上的問題 尤其是版體中文 所以 他們 去做了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超棒 這些就是參與各項組織運作的這一項的人啊 參與open source組織的運作 想辦法 讓繁體中文的環境 台灣人可以 真正很順利的運用open source的資源 所以他們做Easy Go是做什麼 就是 他們做一套Linux 那個Linux 那個Linux基本上是從Cubuntu改過來 我問他們 他們發現他們是從Cubuntu改過來 然後呢 他們 那個Easy Go的環境 就讓你很Easy 就可以直接安裝Easy Go 然後 就 不會有太多的中文輸入法障礙 直接你安裝了Easy Go之後呢 小學生都會用 他們主推就小學 一直告訴小學 你們要用Easy Go啊 不要再去盜版為軟了啊 對不對 然後 就有一些小學就開始採用他們Easy Go 再做 而且他們為了要讓新小學的 學校來採用他們的Solution 他們怎麼做你知道 因為他們人沒幾個啊 也很少啊 所以 他們要去跟人家講說 你 只要同意 只要同意安裝Easy Go 在你們全校 那我們免費負責幫你們維護 所以他們要做一個遠端的方式 就是 我遠端可以維護 二十幾個學校的電腦 就靠一個人 這很強啊 我覺得 遠端可以維護二十幾個小學的電腦 就靠一個人 這其實蠻強的 我覺得這種事情很值得 很值得 那 跟外國人結婚 這個例子是誰 我老婆的妹妹 對 嫁到義大利有時候 我們暑假才會去義大利 跟外國人結婚 在國外生活的台灣人 其實也變多了 但是你反而是 很少看到在國外生活的台灣人變多了 對 因為 因為 現在看到的都是中國人 變多了比較多 因為我到 到那個義大利的時候 碰到的華人幾乎都是中國人比較多 台灣人很少 偶爾有幾個 我在那個 欸 有個地方我忘記 叫什麼了 有碰到那個 台灣去的那個 交換學生 倒是有 交換學生變多了 所以 我們 不再集中於美國 因為這些人 很多國家他都去啊 背包客 尤其是他很多國家他都去 他不會只有在美國而已 我覺得 未來我們的希望 或許就在這些人身上 他們會帶回一些我們想不到的東西 然後 最後他說 周末讀了一本書 剛剛那篇文章 周末讀了一本書叫做 中國的第二個大陸 百問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 這讓他想起二十年前在大陸的日子 但是 你現在去想 OK 二十年前在大陸 對啊 台灣人 進去了 而且 發現 一片真空 所以 我們就 整個 這個 投資者 和那個 企業金主 就在那邊 覺得 這個 這個地方太棒了 那時候 鴻海進去的時候 是怎麼談 他就去跟那個 深圳的那個 政委 他們叫什麼 深圳的 政委書記還是什麼之類的 他們的最高 最高的 一個城市的最高領導人 然後 對方就跟他 保證說 OK 沒問題 你現在 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通通都是你的了 就這樣啊 你知道嗎 所以郭台銘就進了深圳 弄了超大的一個場 榮華場 然後 然後 整個 鴻海的代工帝國 才開始起來 你現在看得到的地方 都是你的 接下來 中國去非洲的時候 我相信 也有同樣的情況 非洲 我不知道哪一個族 他們 有 一個詞 那個詞呢 翻譯 回來 台灣的話 叫做遺忘 什麼叫遺忘呢 就是 因為 非洲的人 他不會說幾公尺幾公尺 他們可能還沒有那種公字的概念 幾公里 他們很少那種概念 他們所謂遺忘 就是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叫遺忘 那 現在 大陸人如果去那邊投資 就說 非洲的人就用非洲話跟他講 這遺忘都是你的 遺忘 遺忘 遺忘了 遺忘都是我的 看得到的地方 這多大啊 天啊 就是這樣 所以 我覺得 中國進入非洲 這不見得是一件 對中國很有利的事 你想想看 這隱含了一個風險 20年前台灣台商去大陸 最後被大陸的紅色供應鏈 取代了生產者的角色 現在我們不太能生產了 因為 紅色供應鏈在生產上面做得很好 那 他們又把網路這一塊也起來了 我們本來沒起來 這是台灣目前比較 比較糟的一件事 可是現在大陸往非洲去 20年以後 或許非洲就會取代大陸成為世界工廠 20年後的世界工廠很可能在非洲 然後 這個就不叫紅色供應鏈 非洲一直都是黑色大陸 所以它是黑色供應鏈 黑色供應鏈就會代替紅色供應鏈 變成世界工業的主角 但是 可能還是代工 從做玩具開始 玩具手工之類 玩具其實是最容易切入的一個地方 因為耗費的手工太多 然後我們小時候 我去同學家 幫他們做家庭代工的那種 然後 你弄多少個就可以賺幾塊錢這樣子 很辛苦啦 那個工作很辛苦 那個 就弄了一整天然後賺了一些錢 對 但是那個完全是用勞力弄出來的 玩具業就是特別是有這種傾向 慢慢的從玩具業到其他產業 最後到晶圓廠 會設在非洲 這是很有可能的 非洲會不會有自己的網路產業 沒有人知道 那時候網路產業重不重要 搞不好一點都不重要 那時候會是什麼產業重要 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們看到非洲很可能會起 這麼多人移到歐洲 這麼多中國大陸的人移到非洲 這個大交流的環境之下 我覺得非洲會起 這是一個預言 我不知道這個預言準不準 但是這是我的預言 但是這是我的預言 20年後看就會知道 到底什麼準